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CEO New Age 第九十一集 我是高仁 我是New Age 姐姐 今天我們說什麼 說做自己 做自己 因為我發覺最近太多課程 還是宇宙的邀請 叫你們去學很多東西 達到開五或合一的時候 但是你們忘記了很多基礎的東西 所以今集是來提醒大家 要先做自己 OMG 要成為自己才可以去玩開五 或者學其他更加高深的靈性課程 或者工具 那如何才叫做自己 其實聽你們說自己學過什麼 經歷途中就知道你對自己的認知會開發多少 這個工具很 這個叫做什麼 因為這個國策很難跟別人說 A是怎樣 B是怎樣 1 2 3 4很難找到 你這樣開到多少 那個位置有點難去演繹 所以 所以我多數都是找我聊天 這樣就可以找到自己 其中一個我覺得你找到自己在什麼位置 因為我自己迷失過 我自己知道自己曾經會在什麼位置 我大概用國內人的身份 告訴你們 你們現在在迷失的什麼位置 那靠自己 怎樣可以做到自己 看書 或者我最近都是自己投入了在迷失之中 不過這種迷失 你們未必領略到 或者明白我這個玩法 所以我都很難找到導師去協助我自己 多數都是指導靈 或者叫做做做夢 最近玩法夢 因為懶 不知道為什麼 最近是很沉迷在迷失之中 有時候看書都看不到 有時候 尤其是看一些相對高深的書 或者是之前明明很有興趣的書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消化不到 然後就 不斷研究一下AI工具 好聽些叫做放暑假 休息的 我連吹水會都沒有開 這陣子懶得這樣 或者期待蜕變遊戲的學習 所以這陣子懶懶的 可以這樣說 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 我這個迷失是有什麼意思 對我來說 是不是會很浪費時間 另外有一把聲音就會說 浪費時間是擁有肉身才能做到 這好像是 吃垃圾食物導致身體發言 也是有肉身才能做到 這好像是 我最近就是在體驗這個信念 所以不是太想有生產力 沒有什麼做 可以整天睡 我可以全天睡十幾個小時 既然用那麼多時間睡覺 我就問朋友借了一部發夢機來發夢 發夢機 發夢機 是有少少練金術的概念 有很多同事圈圈圈圈 然後有兩個球體 是裝著某些練金術的液體 你不會知道裡面是什麼 不必要用進去 從地的 Gian ei 我不想用得到彎鳳 欸不用 也在癲症上去可以塞得多疲 進去 所以可以調校濃度 何時去水桿 attacking 真的有點吵 好像有我們對 seventy 好像有點吵 太緊要了 這個玩法 感覺太高 那部飛機或是在一個 非實衡的定理機 耗在你睡覺附近的床頭位置 你發夢就會有不同的體會和領會 你發夢會清晰 記得清一點的意思嗎 記得清很多 我前陣子發夢是老闆給了我一些新的符號 但我一看符號就知道了 無緣無故就知道發生什麼事 在夢中很容易知道自己發生什麼事 都是挺有趣的 當然我自己也繼續處理恐懼 或者逃避某些事情 有一晚我突然發夢是一個惡夢 他就要我去 因為我不知為何 我本身是化驗師 我逐排的東西都逐不到 不知為何欠那個給錢 或者欠那個簽的回條 總是卡住卡住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應該要打電話去辦公室 問究竟我的牌子發生什麼事 我便在夢中 這個恐懼延伸到夢中 然後便會說 我要打給辦公室的姐姐 那時候 究竟辦公室的電話是多少好呢 當然 在現實中找出文件 其實要找電話號碼很容易 但我只是在夢中 找極都找不到 找極都找不到 然後要我背那個電話號碼 我背著背著 我就背了個11089 然後就欠 不知道是一個電話號碼 但不知道是前或後 欠其他三個號碼 那就沒有了 買納財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所以這個恐懼的種子 延伸下去 我玩這個夢的時候 他就要我看到 看不到 看不到 看不到文件上面的字 還是什麼事 所以我醒了這個夢的時候 都要馬上感受到 那個叫聲音 要你處理你自己 一直逃避 或者還未找到 究竟發生什麼事的事情 我醒了就打電話 去辦公室那邊 問究竟搞成怎樣 那些事情可行不可行 當然同時這個機制 就是說真的 我不會再用這個牌子 去做我的事業 但我還養著這個牌子 好像養電話號碼 那樣養著這個牌子 究竟我養來做什麼呢 我是不是對於我 這個叫做拿著某些渣拿 或者是這些 又是不是其中一種執著 是否處於一個恐懼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 我自己會反思的東西 這個夢對於我來說 有多強烈的 叫做幾重的反思位置 所以這個法夢機 是令你對於這個夢的覺悟 會有一心刻鎖 所以類似這樣 給大家參考一下 當然今集是延續上一集的方向 你學那麼多的功夫 或者法門究竟是 可以幫助我們去開悟 我們正在去哪裏 究竟燒衣包迴向 捐錢做超渡 做魔法儀式 好像是 9月16日有滿月儀式 又可以做什麼魔法儀式 去令自己封城 究竟這些是否幫助我們得到的 近來我看了一個很久沒看的頻道 原來他不時會幫人燒衣包 但是近來我真的看到 我無緣無故直覺發現 開一個頻道才知道 原來他被人揭發 這位師傅是村櫃統帝 然後我就覺得 很久沒看你 一看就看這麼多汁 我直覺真是最喜歡看八卦的東西 所以這陣子 另外一個反思 究竟做一些超渡 尤其是7月14日 有沒有用的 幫助大家 除了心理安慰的時候 對 現在越少人做 也有少少的 即是年輕人不會做 現在的做到 就不會再有人做 或者不是那些 叫做父母 尋求任何方法都搞不好的時候 有些人說 不如你找我這個師傅燒衣包 OK的 那些 有的 也有的 有的 有的 不過就是不多 或者是你這個師傅行不行 誰行不行 口來口陪 究竟是誰說最好 誰說是我行不行 這些很難去證實 所以究竟 燒衣包是否行不行 所以我覺得每個老師的開誤歷程 究竟對你有什麼參考價值 是否可以變成一套 叫做系統去複製 這個也是一個 可以 可以叫做討論的方向 當然 我認為中間的關鍵要素 就是你對自己原本靈魂的認識 和開發程度 即是說你要看大家的覺醒程度 不是你擁有多少獎證書 或者就代表你覺醒到多少個倒數 就是要看你對於日常說的話 發生什麼事 就知道你放下放得夠不夠下 你的自在感到不多 反而看你應對日常劇情 你用什麼工具去回應 不是叫你有事沒事 就召喚天使去幫你化解 而是看不看到這個劇情 是推進你去看見你需要學會的什麼功夫 因為我發覺有很多 真的有少許上路 還是剛剛學紳士坑的時候 是否都下個符號 是否都叫大天使Michael 是他幫你保護到這個客人 是他幫你保護到這個客人 但是你一時保不了你一輩子 究竟為什麼要召喚天使 為什麼要下個符號 那個事件要你先看見什麼 大家看清楚沒有 當然直接聽你們說 你們對前世的領悟 就會知道你們的執著點在什麼位置 所以我經常叫大家 用虛擬劇場去案件重演 除了是第一步要尊重 和接納自己擁有的情緒之外 就是再慢慢解讀劇段背後的動機 你就會知道自己安排了什麼劇情給自己 即是身心靈界 經常吹捧的靈魂使命 有人一開始一開始就會問 我的靈魂使命是什麼 就這樣一開始就很難回答你 不如再聊一會 所以你想知道自己的角度去到哪裡 在吹水會或者氣場實驗室 直接跟我談是其中一個方法 當然想知道我什麼時候開 就留意IG和Facebook 所以我暫時都未有一套 流程可以讓大家判斷大家覺醒 當然Youtube有很多人說 大家去到什麼覺悟或者去到什麼程度 就代表覺醒了 這十條的法則我之前也有說過 但是每個人不一樣 來去都是那些事情 對 或者你覺得你人生輕鬆了 那些 或者你面對你鍵的東西 其實真的跟手就封城了 因為你有多些資源去開創可能性 所以你會覺得你的東西順一點 你覺得你以前的難題 沒有以前那麼鍵 都可能是一個契機 但是是不是一個絕對的要素呢 就未必的 所以今集的參考書 是一個叫做台灣作者 吳九針 針言針 針言針 就叫做不想當人別想成佛 他出了很多佛教系列的書 但是他不是一個佛教徒 他裡面涉及一些講講奧修 但是他都是一些基礎講講佛學的東西 我覺得作為一個叫做入門班的時候 你看到這些基礎 比你看到一些很厲害的經典 要不然你會看不明白 所以我也挺欣賞他 除了張誠之外 我也挺欣賞他說這些 吳九針 他說的佛學東西是多麼大眾化 或者多麼容易讓人理解 或者是他迷失過的地方 大家都會有一個共同相似的地方 所以是很好的參考 他用很多白話文去解讀佛法 同時和新時代思想一樣 要用一些現代的詞語 去將學習的門檻降低 所以我覺得新時代概念 在不同學習佛法上 不多不少有一種互補的作用 不是一個叫做 新時代就將佛法拆散了 我會覺得是互補 因為新時代有很多現代 你聽得懂的 叫做心理學術語 不多不少你都會大概接觸到 未碰過都會大過聽過 但是佛法有很多詞語 你真的不容易直接去理解到發生什麼事 用中文是這樣 中文去一個字太多意思 用英文去看 真心不是開玩笑 都已經有難度了 還要我去英文去看 用英文清晰一點 一點點 你看乳神對話 乳神對話本身都是英文的 英文的話 他玩的字也是 一種字又可以玩幾種意思 乳神對話裡面的神 是很喜歡玩冷字的 也是解圖不同的位置 所以 據說乳神對話用英文去看是好一點的 你都可以這樣理解 當然 裏面有幾個概念 我覺得有幾個概念 有幾個概念 我覺得有幾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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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跟本書不是太有關係 不過我覺得 都是一個可以拿出來討論的概念 其中一條就是 佛陀只是教你 救你自己 應該這樣說 只是教你做你自己救自己的導師 就是自苟 我們和佛陀是會平起平坐的 不用等他大發慈悲才可以拯救自己 因為這本書是台灣人所寫的 他們的文化背景 通常都是會將自己和佛陀的高低 會變得不一樣 當他拜神那樣拜 對 就變成偶像崇拜 或者當醒不起自己有自己的力量 每個人都有自覺的力量 所以他就會說 我們是平起平坐的 他只不過是 讓你走前一點點 告訴你 他用過的方法 做參考的 不一定是一色一樣的 你們先聽聽聽 所以我自己會說 對著子杜寧或者高愕 我都是一個無大無小的狀態 大家都平起平坐 我會問子杜寧 你下來做人沒有 你下來這個時代做人沒有 你還沒有 你還沒有 不要在那裡嘴巴 或者是 有時候他會叫我 嘗試很多 某些叫做功課 我會說 你都不在這裏 你不會感受到我的困難 當然他會說 你不相信我 你不相信我會幫你 我會說 不是 但也要穩陣一點 另外這本書有個 subtitle 是說 有人才會有佛法 他是強調佛法 不是佛教 作者是這樣說 佛法是教你如何面對七情六欲 執著等等人間需要面對的事件 即是一路以來 多集 很多集來說 我都是講意識提升 就是將這個工具帶去日常 這些新生靈界的工具就會比較鬆散 多數就會分拆成籃籃種種的能量工具 那些什麼升盤 命盤的工具 量子意識能力學 占卜工具 潛意識課程 原生家庭和解 吸引力法則課程 顯化課程 變成幾天課程就沒有再後續跟進 所以好處是你有學員的一天 不用抹完抹了給錢上課 但不好處就是 全部都是一塊一塊鬆散 所以有時候會覺得我們玩新生靈 好像一盆散沙 究竟你是玩哪個派別 還是什麼系列 好像不知道你們在玩什麼 在這個年代已經不再神秘 但還是覺得不知道你們在玩什麼 所以就是因為他把拆件上市 所以你就可以因為這樣容易接觸到 但因為這樣容易接觸到 你就會覺得事情好像很不完整 可以這樣說 問題是應該這樣說 有時候我會覺得 鬆散有鬆散的好處 完整有完整的好處 因為太鬆散的話 最後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就是 不可以很個人化地把這些知識 連接到每個靈魂劇本當中 因為上完課 我上了財富顯化 究竟跟我內在的對金錢的覺悟 有沒有聯繫到 夠不夠深入 我知道原來 當然是我家裡有神使 有這樣的背景 我知道我賺到錢的時候 家裡就會有增產有掠跌的時候 那我想不想賺錢 我不想封城是因為我不想他們有爭拗 那不關你上什麼課的事 不關你什麼事 所以你上極的那些課都是卡格 因為你沒有去到核心的位置 原來我懼怕封城 我知道封城背後有很多麻煩的事情 可能是 這個是我曾經的課題 現在不是 所以 究竟我上完那個叫做 金錢提升 是不是真的幫到手 幫到一剎 但是幫不到長久 我還是有很多懼怕沒有些事情 因為家裡的經歷 令到我們懼怕沒有些事情 金錢提升一剎就夠了 還有一個六合彩就夠了 未必的 現在這個年代很快洗光了 這樣嗎 你中一次六合彩有多少 我要洗多久 所以 金錢提升是幫你提升到 叫做拿到百多萬 那就夠用了 還是叫做Forever呢 這個就是要好好去參賽 或者去斟酌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鬆散就會令到 事情不夠個人化 所以學習再多 都突破不了某個意識關口 同時 當然 同時又說要培育自己 成為自己的老師 這個就最矛盾了 我自己都搞不定 我又怎樣成為自己的老師呢 這個就是 唉 當然 尤其是我們這些性格巨星 特別是香港人 很難有心機去持續學習 嗯 佛法可以很持續地 跟著同一個老師去整體地學習 但是是不是真的有 這麼多人這麼有心去做呢 嗯 所以我覺得佛法在 香港有這個困難之處 是否真的可以這麼有心機 去跟到老師去上課 或者是 真的這麼有心去維持這件事 看你想學佛什麼 求平靜這些真的會死的 是的 所以說佛課也可以 求平靜心安理得這些 是 看你想學些什麼 但是我又覺得暫時 我認識佛法那方面的東西 我又不知道佛法可以 我們去到什麼級數才會知道 有沒有一個里程碑 有的 那有佛法學校的 不是他們的意思 是的 那就是香港這個環境 是不是不容許這件事去產生 可能找找找還有一些 是的 有沒有同學有開這些給我了解一下 我想有些應該都有 可能要去佛堂 不知道 是的 大學都有修佛這個學科 但是是不是又是那種層層遞進的東西呢 至少有個正統的知識先 知道在說什麼 嗯 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嗯 那當然 其中一個 subtitle 又說 究竟擁有七情六欲 擁有七情六欲 擁有七情六欲 是一個不可挖決的開誤元素 慾望是會令你好奇 帶領你去多看多想多體會 還有 看看你有沒有認真看待這個情感 就連自己是一個什麼人都未了解到 你就怎麼了解世間萬物呢 嗯 那都是 尤其是 當然好像聽得多我講的時候 都經常說 要處理自己的情緒 要認知自己發生什麼事 這些就是 對自己好奇 對自己看多一點 所以我經常說 大家要尊重自己的情緒 特別是負面的情緒 尤其是 我現在都會有些朋友 我經常說 不可以這樣去發垃圾 我說你在我面前 在這個虛擬劇場 揪吹的狀態之下 發垃圾都不給 你都很道德塔利班 都被那個道德塔利班 控制自己都很交關 他說這樣不是每個人都要這樣嗎 又是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所以修行的重點 並不在於身體出不出家 而是內心能夠明白 自己所遭遇的一切 都只是生命中的一個過程 一個經驗 再從這些事物去感覺思考 才得到自己獨一無二的體驗 又是強調我們下來 盡情來玩 體驗 擺爛破壞都是其中一個創造 下一個創造就說 煩惱是最珍貴的承罰催化劑 嗯 嗯 有煩惱才有機會讓你去尋找佛法 對 快快樂樂你不會去想生路病死 對 我都會 究竟是否這是我的信念引導 我會看這句話 是否有些人快快樂樂都可以直接去接觸佛法 總有的 對 佛經故事好像都有類似的東西 還是一開始已經在不丹出生 已經快快樂樂 已經可以接觸佛法 這些是看命的 就是看你自己有沒有一個排隊去不丹投胎 那修騰的目的最基本雖然是要解決煩惱 但煩惱 但想要解決煩惱 首先要面對自己 要對自己煩惱有所了解 你明明自己煩什麼 有些人不知道自己煩什麼 不是為了擺脫煩惱 就用很多錢去賣心靈提升課程 製造很多不必要的修行 然後又再因為修行而產生金錢的煩惱 我知道有朋友是借錢去上課的 所以就不是這麼建議 你為了解脫你的心靈煩惱 就要製造金錢的煩惱嗎 好像又不是那麼好 對 你腳踏實地有些便宜的功夫 好像聽我的節目就不用錢 看書也不用喘 圖書館有很多書 《不夠針》都是很多圖書館有得者的書 都是熱門的作者 找他的書 所以有很多開誤的方法 不需要錢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上課呢 做人就會有煩惱 這是投胎的遊戲規則 也是我們下來製造出來的 一切都是因執著而起 因為執著所以放不下 會產生痛楚 會受傷 劇情基本上來來去去都是那些 不知道是不是我聽得多 開始聽到滑雅了 這陣子是 都是知道那個根本發生什麼事 所以來找我談 我會很三爬兩撲地說 一些因給大家聽 當然是我經歷過那些 幸好你們還懂得煩惱 煩惱是代表你還有思考能力的證明 有些很多人不思考 覺得這些不是煩惱 喝酒就算了 沒有想太多 還懂得思考 人有思考才會發現問題 你有沒有技巧去理解這個煩惱的核心 所以新時代思想和佛法 有不多不少可以幫到你去突破 有些概念幫你突破 但實際操作都是你要自己去摸索 所以我最近投入在我自己高級的迷失之中 迷得很厲害 下一個subtitle 去到今集的重點 不想當人就無法懲罰 當一個人想以死來獲得解脫的時候 通常就代表內心痛苦和執著 已經超越了肉體的痛苦 而佛家的修行是心的解脫和開誤 心被痛苦捆綁的人 即使拋棄了肉體 都一樣無法懲罰 他的概念是這樣 即是自殺不行 因為你的心被痛苦 因為你的心被痛苦 不是說你肉身的心被痛苦 丟下了肉身就沒什麼事 你就要處理你的意識 所以今天的subtitle就是這個位置 重點是這個 經常有人問 為什麼可以脫離輪迴 反而我很想探究他們這個問題背後的動機 是不是你做人不開心 是不是你玩不碰這個遊戲 未夠盡情投入當下 還是覺得活著是一種負擔 做人很失禮嗎 不是經常說人生難得嗎 不是應該很享受嗎 那為什麼要脫離輪迴呢 當你想脫離輪迴 即是你玩不可以 你玩不可以 所以你看到你問題背後 有個很大的很強烈的intention 為什麼要脫離輪迴 好好想清楚為什麼要問這句問題 心沒有被煩惱菌綁住 意識就不會只局限在物質界的劇情 或者停留在第四、第五圍道那些 或者是所謂的惡鬼道 還是畜生道 你的心已經不再被外在的野菌綁住的時候 其實你在肉身裏 還是已經脫離了肉身 已經不再重要 這是我的過誤 未去到那個境界 但應該差不多了 下一個subtitle就是 不要去管天界的事 因為作者是台灣人 台灣宮廟特別多 多於7 浩瑟說你是天選之人 就要為祂做事 我反而會問 為什麼神要人為祂做事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神不是已經擁有一切嗎 為什麼要我們幫忙 佛陀要教我們覺察所處的世界 覺察自我意識和身為人的道理 他要我們去發現 去觀照一切事物發生的因果 一旦過度沉迷在劇情裏面 包括宗教的修行 不單止無法看透 還會令你意識不自覺地 因為外在而起舞 形成另一種執著 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 台灣人是很幸福 不需要想為什麼 應該這樣說 他們那個文化 還是什麼已經形成一個 體系或者一個習慣性 不需要去問反思 為什麼我一定要幫神做事 那種玩法 好處同時是壞處 因為他們沒有煩 沒有因為這樣而勾起這個煩惱 所以他們就成為一個 所謂神的工具人 但當然那個神是 我會覺得是一個低等神 低等的神才要問人拿東西 我們身為人 但總是忙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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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希塔寮語 希塔寮語就是要去第六位 還是第七位去改寫劇本 因為我們人生劇本是在第六位 第七位開始 但是我見到有些朋友 用希塔寮語就是忙忙忙忙忙 去五六七位去改寫劇本 但反而沒有認清自己所在的世界 就一下子跳上去 我們想去改劇本 不是啊 劇本你們拿到便宜了 你知不知道劇本背後有什麼原因 幹嘛改就改 當然可能是我誤會 我還未認清整個希塔寮語系統發生什麼事 但我都會覺得 裡面是不是有些什麼不見了呢 暫時還未了解到 如果有些什麼大家朋友是用開的 可以來跟我探討一下 下一個 subtitle就是 如果你沒有找到自己 請不要學佛 因為你未看清自己 就不明白自己需求之前 佛法並不 你學的佛法就不是佛法 而是一種執著 相反當你能夠找到自己 觀照自己所有行為施水 佛法就會在紫尺之間 所以究竟是否一定要學佛 不是必須 當你知道自己發生什麼事 就不關學佛事 作者有引用澳洲所說的 除非你的心靈之眼開啟 除非你的內在充滿光明 除非你能看見自己是誰 否則你是不可能醒覺的 唯有加深你的覺察 才能找到寧靜醒覺的空間 都是那句 寫了 同樣道理 除了不斷儲存心靈課程的證書 你對自己的理解層次有沒有加深過線 所以學那麼多 不如好好整理下來 看看自己的人生 下一個subtitle就是 當佛法成為規限 不如當自己沒有學過 作者相信佛陀要我們修行的目的 絕對不是要給自己壓力和限制 而是要我們思路清晰醒覺 讓意識變得有彈性和宏觀 又是先觀察自己 理解自己為什麼執著 執著又對我們造成什麼影響 看清楚無常 經常都說 都是在思想中 經常要成為自己宇宙的神 要認清自己是創造主 也是那些事情 下一個subtitle是 不要否定自己在一起 我們之所以修行 就是想對外在事物的執著放低 或者迷思減到最低 所以用我的角度 我們就要建立好自己的內在靈性邏輯 將虛無飄渺的概念 和自己的經驗經歷融和 因為每個思想體系都有它的角度 越學越多的時候 你會越容易忘記最初的意圖 特別是這個群魔亂武的時代 一下子就不會被人利用 當然被利用也是一個難得的經驗 所以會延伸到下一個subtitle 就是沒有迷失過 就不知道什麼叫覺醒 首先說 有煩惱才是一個學佛法的契機 一樣道理 沒有迷失過就不會煩惱 沒有煩惱就不需要思考 不思考就沒有痛苦 沒有痛苦就不需要改變現狀 沒有必要改變現狀就不需要覺醒 所以 享受大家的迷失 感受過 沒有受過痛苦的人 是沒有辦法明白 離苦得樂究竟是什麼 我們要全面體現黑暗 才可以珍惜光明 所以我們才會來到這個議員對立的圍道 曾經有人在見面會問 究竟我們要學什麼工具 才能做到新生靈工作者 我就會先問他 你先玩過什麼 沒有的 玩過一下零擺 那些SRT 那些 你看過類似什麼書 沒有 接觸到多久 玩了多少 我看到他剛開始入門的時候 我就會說 你先看多些書 你出去經歷多些 你出去直接 最快的修行是上班 上班先 他會問 我想做全面的新生靈工作者 我說不要 你不要做兼職的 就算連兼職的新生靈工作者也不要做 你先做全面工作 裡面有很多東西要學的 專屬你的修行會在你的工作裡面出現 因為如果你未夠經驗 就去從事新生靈工作 你遇到的客戶 只會一個比一個難解決 除了因為你是內在未面對的功課 頻率吸引回來之外 就是讓你從中學習 也要讓你懷疑自己準備好了 還有新生靈工作可以涉及的範圍 非常廣闊 你又不知道你的強項在哪裏 可能你的強項在兩性關係上 可能你的強項在原神家庭上 有些事情你要去經歷過 體驗過才知道 所以想找回自己的強項 都是那句 投入自己人生劇本就會找到 其實也不難找的 有人有人問 究竟我要學些什麼 才可以找回自己的人生使命 基本條件是你要先成為自己 這個已經很難了 然後你要先開發到 你獨特的靈魂特色道路 你的靈魂特色在哪裏 又未先 聽你的舉手投足 就知道你起戶是什麼 喜好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契機 可以找到自己喜歡什麼 例如聽我這麼久的節目 都知道我很喜歡玩機 或者是有些叫做 機之外也有些化學 有系統的東西 有系統的東西會比較好玩 所以這個就是我自己的特色 然後剛好有一個朋友幫我開啟了 我的靈魂藍圖 原來我的靈魂藍圖 是一個叫做 deliverer的角色 簡單來說是外賣速遞員 我是做一個叫做靈魂藍圖外賣速遞 就是簽收了 我就放下你的靈魂藍圖 我沒有做任何後續的跟進 這個不是我的工作 所以後續跟進不是我的事 所以我是來 deliverer 給大家聽你的靈魂藍圖 或者怎樣轉化你們自己的覺悟 但是這個角色也很重要 所以我就不加 剛巧就用了紫微斗數 去認識自己的靈魂 所以認識完自己的靈魂 我先用這個工具 去帶領大家去認識自己的靈魂藍圖 我五打五撞都走到自己的使命 當然是不打五撞 所以有時候 我學紫微斗數的時候 都不知道自己原來是玩這個人生劇本 所以沒有投入過自己所製作的迷宮劇本 又怎能帶領相同頻率的人走出來 每個人都有獨一無疑的開誤密碼 都有解脫痛苦的治癒能力 佛法或者新時代思想只是一種參考 修行最重要是了解自己人生難得 每個人生劇本都有背後的目的 縱使肉身不完美 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覺醒工具和途徑 所以先將自己的劇本做好 接受自己一切 將人生應該負責任的責任復原 是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的一刻開始 你就已經覺醒了 想好好認識自己人生劇本 不妨來找我算命 或者來喝水會體驗一下 我的靈性邏輯看看和你合不合 這些我也不知道 現在容許我的執著 這幾集的時數都很短 不要執著時間的長短 我接下來是幫大家 找回大家修行上面的重心 希望今集幫到大家 好 今集來到這裡 下個月我可以想推哪個課程 所以可能又會升級的 不知道 好 看看下個月回來 好 下次再見 拜拜